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 说什么呢 就是说堡垒都是由内部被攻陷的 其实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甚至在欧洲 真正反华 反到走火入魔的是一些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人的后裔 最近加拿大有一名 嘉义华人记者叫Joanna Chu 这个人你要小心了 看看这个人了 这个人叫Joanna Chu 她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华裔记者 这个人非常擅长造谣 因为她曾经在加拿大的周星时报上 刊登造谣说中国这个新疆 这个穆斯林被囚禁 被灭毒雪棉花事件的 现在她又在造谣说中国呢 把这个恐怖活动延伸到加拿大 让加拿大的这些侨民呢 饱受被这个中国政府这个 这个 和这个 逼迫和这个监视的这个威胁啊 就这个女的 这个人叫Joanna Chu 记住这个 这个汉奸叛徒的模样啊 真的非常的无耻啊 这女的 我们在海外的侨民呢 都是不断的就是为维护中国的利益 对不对 而奋斗 只要不是那些反辱华公知呢 台独港独 我们都会说中国的好话 因为在美国加拿大 没有一个民族会说自己祖国的坏话 比方说像这个 意大利人啊 像这个德国人啊 像这个爱尔兰人啊 苏格兰人他们都会说自己国家的好话 只有中国 中国历来出汉奸呢 你看这个人 对不对 他来美国也好几代了 对不对 他的祖父要是知道他是一个出卖祖国的这个汉奸 他得多伤心呢 对不对 没有他祖父哪有他呀 对不对 这真丢脸 他祖父当年 飘洋过海来美国淘金被骗了 被加拿大的这些矿主骗了 对不对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现在呢 他他成了这个美国主流的记者 他居然开始歪曲事实 攻击祖国 太可耻了这种人 Joanna Cho记住这个可耻的汉奸的名字 OK 见一次打他一次啊 中国的名誉就是在这种汉奸的这个 造谣和污蔑下 对不对 在国际上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绝不对对大家姑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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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